出大事了 前段时间 原子少年出道的冠军天王新成员小孩 遭到了一名网红控诉 酒后乱信 更对他做出不当行为等 网红在IG公开了两人的对话和录音档 从录音内容和两人聊天的内容来看 小孩似乎被捶了 对女生做出了不好的行为 事后这名网红的闺蜜更是贴出长文 详细描述了当天的过程 在其描述的内容中 小孩和网红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聚会结束后 一行人又去了KTV唱歌 一开始两个人就很聊的来 但没想到整个聚会结束时 小孩喝到烂醉 走路都没办法走的那种 这名网红因为担心小孩 所以扶他搭车 没想到扶他上车的过程中 却被对方抢拉上车 小孩说让他陪他回家 他就勉强答应了 本来网红看对方已经意识不清楚 所以送对方回家后再走 但到家后 小孩意识就恢复了 还说一定要让他陪着上楼 等他安顿好再走人 但网红上楼后 小孩却突然提出要上床 这个时候网红意识到不对 想要逃出门口 但被对方抓回来 丢到了床上 想要霸王印上工 好在网红极力反抗 并且抓到了手机 告诉闺蜜 才避免卑剧的发声 事后两人在碰面 小孩向他道歉 但网红不甘愿被不是男朋友的人那样对待 于是询问小孩 愿不愿意在一起 小孩处于愧疚 同意了交往的请求 可是交往没多久 网红就发现 遭到了对方的冷暴力 之后没过几天 小孩就跟他提出了分手 在这则颇文中 可以提点出以下几个重点 一个是小孩酒后 把网印上工喂随 一个是事后道过歉 并通过答应交往 弥补愧疚心理 但是事后冷暴力 很快分了手 从女方给出的信息来看 小孩已经被塑造成一个妥妥的渣男了 但俗话说 不能听一面之词 事发后 小孩的朋友也颇文 为小孩辩护 称女方所说的一些强硬动作 都是虚构 去小孩家 女方有主动的嫌疑 并且并非网网印上工 而是小孩有过冻和妥瑞症 从小有暴力镜像 因为担心酒后有殴打女方 所以才进行了道歉 事后因为网红和他的闺蜜一直闹 所以小孩答应了交往的请求 但事后真心发现不是一路人 所以提出了分手 除此以外 小孩的好友还爆料 女方不自重 主动提出 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进行床上运动 但遭到了小孩的拒绝 并且这名好友 还晒出了小孩和网红的聊天记录 显示女方言语有露骨的嫌疑 而小孩都比较乖巧 对于两种不同的说法 网上的评论也两极分化 有人认为 无论女方如何 小孩性侵对方未遂 应该是存在的 而非什么暴力镜像的解释 所谓一个巴掌太不小 也有人认为 小孩遭到旅方仙人跳 而且事后他勇于承认错误 很难得 他年纪还小 前途一片光明 不应该直接毁掉他一切的可能性 对于原则少年的观众来说 这个新闻确实令人震惊 无论背后的真相如何 已然发生 前两天 小孩还作为成员 在参加天王新的演出 在台上 小孩全程没有表情 队友更是喊话 没人会忘记冠军 虽然队友和部分粉丝都力挺小孩 但12日晚 小孩还是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在网红母亲 状告自己心情的情况下 小孩不得不主动退出了天王新 并请了律师提告旅方 事后天王新的成员 以及原则少年的导师达坤 全体黑土 表达不满和沉重的心情 事已至此 无论谁对谁错 结果已经无法挽回 但年轻仍然有无数可能 相信小孩最后能够挺过这一关